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心如温柔端庄 紫薇大概是很多人心目中林心如最美的角色了 林心如从美人心记开始就被吐槽颜值贤老 再到后来的青石皇妃和秀丽江山之长歌行 我们的紫薇格格就在玛丽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很多80后90后的眼里 林心如小姐姐的经典形象是这样的 如情似水 温拉克人 紫薇是一代人心中的白月光 在00后的眼里 林心如阿姨长这样 虽然也挺漂亮 但总也像姑娘真是让人接受不了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玛丑哥的紫薇并不是林心如的颜值巅峰 她刚出道的时候才是让人美得心碎 作为高中校方的林心如十七岁旧 因长相秀美被心碎发掘 她的第一部作为主演角色的古装戏 是新包青田系列的梅花道 二十岁的林心如在剧中饰演娇俏活泼的飞凤郡主 包青田作为当时最热门的大型古装连续剧 汇集了两岸三地众多一千明星 陈能荣 龟亚来 马景涛 姜恩娟 妮雪等均有参见 而至难的林心如一出道 就能与众多大牌明星合作 可见她的外形在众多女星中是非常出挑的 飞凤郡主的造型和人设也非常适合林心如 婴儿肥的包子脸交涉可爱 简直就是下班的小仙女啊 现在觉得林家的头饰在电视剧里看着却很漂亮 没有厚粉底 没有大浓妆 年轻时候的林心如清晰又自然 以贫以笑都很动人 联傲娇起来也是又软蒙又淘气 怎么样 是不是被美美的心如小姐姐敬验到了呢 自己想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达心的